美国威力求彩券在1月2号 也就是上个礼拜六开奖之后 没有人动 目前累积的奖金大涨 已经达到了4亿美元 由于彩金金额非常高 也让彩券行的生意十分旺 威力求彩券营运单位表示 由于上次开奖依然杠规 因此官方估计 投奖的彩金累积到1月6号 将会增加到4亿元 而受到周三开奖4亿元的吸引 民众排队及彩券行购买的人潮 也再次涌现 卖彩券的书店老板娘说到 威力求彩跟赵彩 这几天的买气十分旺盛 很多华人来这里买 Mega和Powerball 他们都买2块钱 可以碰碰运气 有时候他们都是10个元 一起买20块 这个大涨到很多人买 因为现在经济不好 所以他们都买小小碰碰运气 有时候买Powerball 一起买刮刮肉 刮刮肉很容易中奖 有时候一刮这中了5000块500块 有时候中20块也不错 威力求彩券目前在全美44周 两个美国属地和华盛顿特区发行 多周彩券协会表示 以周三开出的威力求彩券 如果单独一位幸运儿中奖 一次获得奖金 扣除税金可以拿到2亿4480万元 当然也可以分30年领取 美国财券史上最高特奖奖金 是在2012年3月开出的赵彩特奖 奖金高达6亿5600万元 至于威力求最高的特奖奖金 则是在去年2月的5亿6410万元 最近一次开出的投奖 是在去年11月开出田纳西州 一名幸运投奖得主 而他领取了1亿4410万元的奖金 中文电视采访报道